床头拿餐浸纸包的 戒指项链了吗 好像是有一团餐浸纸 我以为是废纸 当垃圾给扔了 对不起 我以为是你用过的餐巾纸 不知道里面有这么重要的东西 戒指和项链是什么牌子的 我赔给你 赔 订婚戒指你怎么赔 你看看 这就是今天的垃圾 你看看哪个赶紧找找 好 谢谢 来啦 来啦 李莉 怎么了 我们找米粒 这么晚还不让她回家 你个黑心资本家 她不在我这儿 早就走吧 给她打电话也没人接啊 这怎么办啊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啊 刚才我打孩童 就是没人接 难道真被我乌鸦嘴说中 被绑架了 别吓唬 快走快走 走 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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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回家了吗 没有 沈总 没找到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把她怎么了 这大冬天的 不穿外套就出门了 把我放下那儿的餐厅纸 当垃圾扔了我就骂了她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瞎放 拿餐巾纸包项链 我告诉你 不给你丢了 都丢我一起手势盒 你到底怎么骂的她 不会骂的怀疑人生 想不开投了护身盒吧 兰兰 别说了 先找到米丽再说 我警告你啊 米丽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绝对饶不了你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这大半夜的 就算她回跆拳道也 加不住她是个女孩啊 你千万够了 你要不要我去找我自己去 电话来接 好 林林 怎么办呀 走吧 我们去那边找找 走 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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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整天跑哪儿去了 电话也不接 不知道大家担心你吗 你一直在找这个项链 你一直在找这儿 傻瓜 来 吃点吃 好 那个戒指 那是我跟我未婚妻的定型戏吗 你们 分手了 他去世 对不起啊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也都是滑雪社的车员 每年寒暑假呢 每年寒暑假呢 就一起去全世界各大的滑雪场滑雪 他跟你一样 活泼 开朗 直到我们遇到了一次车祸 没想到 你还有这么一段过去 你还有这么一段过去 我可以用这个人 了吗 小小的小银 你还没有想到 我可以用这些小银子 把小银子放开 不过去 莉莉 你在那儿发什么呆呢 不说我 你对然然也太好了 爸 给她买这么多好吃的 自己的媳妇只能自己疼 这些东西 也不是买给然然的 是沈总专门交代给你买的 给我 对啊 昨天晚上 沈默找你找的快疯了 满世界找你 嗓子都喊哑了 那行 沈总交代的任务 我是完成了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回去了 嗯 谢了 喂 你到学场了 挺好的 大家